当然这些问题是很难的,而且会花时间,所以我并不预期有奇妙的结果。 但我认为总统欧巴马的邮件和总统欧和总统欧会成功, 这些问题会非常重要。 2009年10月21日晚上,在挂满北极熊油画的大厅里,中美两国智库为出席论坛的来宾进了欢迎晚宴。 气候变暖观点的坚定支持者,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再次提醒大家,气候变暖给自然界带来的危机。 中文字幕传 for all itsertal Anybody中文字幕传- You know that it might not be for creatures like polar bears, who depend on the ice. A new scientific study shows that for the first time there finding polar bears that have actually drowned, swimming long distances up to 60 miles to find the ice. And they didn't find that before. 但我們不就是我們看著一座 遠溫的溫度 在我們的世界上 被我們遮蓋的 不是我們為我們為人們的死亡 而是我們為了我們為人們的未來 雙方的智庫 雙方的政界 經濟界 學界的人聚集到一起 討論當前一個最熱的問題 冷感問題 這些思想 這些點子 都會反饋到兩國政府 使得推动中美关系进一步进展 我想都是会有帮助的 一个是中国的智能团 一个是美国的思想库 他们所代表的不同文明 在21世纪的今天究竟会如何交流 他们的相遇又将怎样影响 未来中美两国在清洁能源领域的 政策战略与合作呢 2009年10月22日上午 中美清洁能源务实合作战略论坛 举行了开幕仪式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亲自出席 并发表讲话 中美两国都是能源生产和消费的大 都需要保障能源供应安全 应对气候变化 双方在发展清洁能源上 各有特点 但合作的潜力很大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 也通过视频阐述了观点 这个 forum comes at a critical moment in less than two month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ill gather in Copenhagen to forge a global agreement to solve the climate crisis our efforts there will help to